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我是周乐 我们今天呢 在我们的现场有一位新的嘉宾 她的名字叫做Cindy刘 Cindy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Cindy她是范语集团北加州 Mortgage的Manager 就是在北加这个有个非常强的Mortgage Department 她是这里的Manager 我第一个问题要给Cindy 就是我们听到很多 refinance的啦 都是no point no cost no什么 你想要只要利息低 你想要refinance都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 不见得是no point no cost是最好的 因为你的利息就这样不太低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所以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做一点点小的科普 首先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Mortgage Point 所以如果您在Purchase的时候 很容易看到因为Purchase的时候 很多人愿意付这个Point 但做refinance的时候呢 大家都愿意做no point no fee 那在有一些情况下 其实付Mortgage Point是值得的 那Mortgage Point是什么呢 首先它是相当于一定的预支的利率 预支的利息 你比如说一个Point就是1%of the loan amount 比如说40万的贷款 一个Point就是4千块 那两个Point就是8千块 这样很简单 对吧 那么我们在做refinance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接下来一个表格给大家看 如果说你的贷款额是40万的时候 那你如果降低0.125% 你需要付到0.5个Point 如果你要是想降低0.25的利息 可能你要付到1到1.25的Point 但是呢 其实如果说你在一段时间不会去做refinance 或者是这个Marketing到了很低点 你想说我要做一个长期利率 还是值得付这个Point 但最主要看的是这个可以break even的time 那我们下面做这个表格 可以给大家清楚的看到 如果说你是付0.5个Point 可以大概在73个月break even 73个月那除2就是6年多一点点 对对对 除以12就是6年多一点点 多一个月 那如果是你付了1.25个Point 那么你可以break even是92个月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break even以后 但是overall你是save的 那如果说你做完这个refinance不再做了 那你比如说你付了0.5个Point 你拿低利息 overall其实按40万来讲 你可以省了7800块 就是lifetime 那如果你也是付了1.25个Point的话呢 你overall是省了大概14582 所以都是要量身定做 对看您在这个property里面要待多久 是的 如果待的时间短的话 您可能要考虑到不要付Point 只要低的payment 但是如果稍微长一点 那还是make sense 来付一点费的 是的 是的 因为呢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为什么愿意付Point 因为你买房子的Point 是可以在当年直接deduct你的tax 全部100%都可以 是的 但是如果refinance的话呢 它是要over你的这个loan amount的term 每一年比如说30年就要分30年来deduct well 这个又是tax的impact了非常好 那范宇集团在北加州的这个贷款部门呢 现在有非常多的有经验的loan broker在提各位服务 如果说像我们的华人里面身份很多人都是不同的 或者是薪资的来源啦 都等等的都不同 或者是自己的薪水或者是reserve 那如果您是现在想对号入座的话 范宇集团如何在非常多不同的条件 the borrower的条件之下 能够满足到您的需求呢 其实呢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会加入范宇集团 也是因为本身 我们的program会比较 viarity比较多 因为除了我们的普通的residential贷款以外 我们公司还有commercial 还有这个private lending 对那private lending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有包括一部分是state income 但是在我们拥有很多state income lender的同时 我们有自己in house的private lending 那这个的话有点像我们说的no dock或者hot money 那普通的在外面 率高吗 可以这么说非常competitive 因为我以前做的hot money 可能我们基本上看到都是buck person以上的 但是我们的term会稍微好一点 比较flexible 然后比如说你不管是你是foreigner也好 你信用不好也好 还是比如说你在其他地方贷不到贷款 但是你有一定的equity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private lending 来借到你想要的贷款 买到你想要的房子 连commercial都有 对commercial是单独的 residential是单独 residential当然是一定有的 OK 我们感觉到2019年 范语集团在loan的这方面会加强的很多 那您如何替以范语的一份子来预测一下 今年年底还有2020年贷款利息的趋势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actually在9月份的时候 利息是小涨了一下子 那也要看将来这个federal整个对这个经济走势的一个预测 我们才能够 但是总体来讲 在今年利息应该是还是非常好的一年 而且呢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说你要去付费来拿到低的利率呢 因为我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2012年当初做贷款的客人 那个时候我们做30年固定 就是那么几个客人他们付了point 拿到3个percent30年固定到现在为止 从来最没做过refinance 而且他一直在benefit一直在save 就是说他都还没有搬家的意思了是不是 对 他也还没有搬家嘛 是是就是说他没有move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在选择贷款的时候 有很多考虑的角度 比如说根据你的这个长期规划对吧 你如果说我今天要搬家 或者我已经知道说我这个房子有可能会变成investment property 但我会长期拥有 这又是另外一种计划 或者因为年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这种financial计划上 年轻人可能会比这个年纪大的人会aggressive一点点 那如果今天你年纪比较轻 那你就面临着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 那比如说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你又计划退休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稍微conservative一点 考虑比如说fix或者fullpoint 把利息拉低然后长期拥有 这样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是我们也观察到像最近联储局降利息 可是residential的利息并没有降 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从fed降几次息 来判断以后的利息的高低 那么范宇呢在这个角度呢 已经推出了强胖朱旗的mortgage department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从sindy的嘴巴里面听到 也会感觉到这个信心 荧光屏上面现在就已经露出来 如果大家想要跟范宇集团的long department 来联络的话 如何一个联络的方式 非常感谢你sindy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娱乐漫谈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